据报道,曾是辽宁省首富大陆乳业巨子灰山乳业董事长杨凯,日前遭到辽宁省盘山县人民法院裁决,因拖欠1300万人民币,约5895万台币,欠债与利息以及诉讼相关费用,被债主认为杨凯市。 在香港挂牌上市的辽山乳业,从2013年开始股价接连上涨,让杨凯的身价在去年以260亿人民币,约1179亿台币,登上胡润百富党第66位,成为辽宁省首富,但风光登顶后不久,专门研究企业的。 曾是大陆知名企业之一,辽山乳业于今年3月在香港股市崩盘,大笔资金瞬间蒸发,成为当时财经焦点。 从国企普通员工一路爬到企业总经理杨凯用。 辽25年,从控制辉山乳业到登顶辽宁首富,他又花了4年的时间,但天算不如人算,近30年的努力却在不到一天的时间,让杨凯彻底的从天上重摔落回地面,如今反而成为负债累累的。 一亿台币,据传台湾也有机构受累,如何偿还和取回这巨额的呆账,恐怕将成为未来债主们最伤脑筋的事情之一。 感谢观看